相信你們肯定刷到過這個視頻 嗨大家好我是明妮 剛剛視頻裡講述的是 和平精英遊戲裡 有一部分玩家通過狗分 來獲得斷位的提升 而對於這個傷分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合適的狗分點 最好是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怎麼傷的地方 這樣不僅不容易被人發現 還能趁機偷襲敵人 拿幾個頭 然後最近和平精英上限了金箍棒武器 這個武器有個很好玩的特點 就是能夠幫助玩家觸發二段跳 於是就有玩家通過金箍棒 攀爬上很多之前上不去的地方 這個消息對狗分業族來說 可謂是重大利好 之前的躲藏點基本上都已經人人皆知了 大家都有所防備 現在這個局面將被重新打破 今天明妮就帶大家看看 有了金箍棒在手 我們又有什麼好的躲藏點 幫助大家輕鬆狗傷戰神 記得視頻要點贊收藏 以免丟失哦 首先第一個是廢墟的大煙囪頂 大家都知道 之前要上這個煙囪 需要二人組合 有一名玩家投資金箍武器 將隊友直接炸飛上去 現在有了金箍棒 根本不用這麼麻煩 一個人也能輕鬆上去 首先我們需要一部任意的載具 然後跳到載具頂上 瞄準煙囪 直接跳過去 在空中觸發金斗雲 最後就能直接攀爬上大煙囪 這個躲藏點視野非常卡闊 一眼就能看清敵方動向 無論是鷹人還是狗分 都是絕佳的地點 然後第二個躲藏點 也在廢墟 我們來到這裡 通過普通的攀爬 就能輕鬆上到牆壁的頂上 其實這裡一直都是不錯的狗分點 但是知道的人太多了 現在有了金箍棒 我們就能直接飛過對面 更高的柱子頂上 在這裡只要趴下 敵人就完全不可能會發現你 最後第三個狗分點 還是在廢墟 我們來到這裡的木箱子 攀爬到最頂層 然後一個大條加金斗雲 飛到對面的城牆上 接著不斷攀爬就能極大巔峰 小夥伴們你們都學會了嗎 喜歡迷你視頻 記得點讚加關注 愛你們唷